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今天和大家講的3分鐘視頻 今天市訪用四個字形容 愛強中肝 明天再詳細解釋一下 說回大事 恆生指數表現一般 高開之後不斷反覆回落 跌幅一度超過200多點 最後都是超過200多點 收到22509的221點 成交571億 為何今日市訪用愛強中肝來形容 其實愛強的意思是 愛維其實都不錯 起碼昨晚來說 歐洲股市升得多靚仔 美股都不野小 看看圖片 見到道瓊斯指數昨天再升六十幾點 其實之前穿了下降軌 昨天再升六十幾點 就已經突破了 明顯拋離了前浪頂的阻力 扭轉了一浪低於一浪的走勢 是強強底的 可惜愛強帶動不到廣告上升 因為預約中肝 中肝意思就是中資股的弱勢仍然在 中資股的弱勢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PMI的問題 就是四月份 滙豐四月份中國製造PMI出了 數據和市場預期差不多 48.3 比三月份上升 三月份四十八 但是市場市的焦點是甚麼呢 就是連續四個月在五十之下 五十之下擴張收縮分界線 連續四個月收縮 對中國經濟立即有負面的看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人仔率先有反應 當然這是負面的反應 跌穿了重要支持 做了十六個月的低位 這是其中一數 其中一個中肝的因素 對港股不理 加上出來業績都一般 例如昨日節目提到的 中二棟 今日果然因為業績不理想下錯 跌穿了重要的底位 連這個前浪 對不起 上升列口底部 都補了 上升列口底部支持是七十元 今日穿過七十元 終於收回 但是穿過已經完全補了 其實中二棟就勢轉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兩個中間之下 搞到港股一度跌穿二二五零零水平 幸好是收市 上回一點點 為何可以上回一點點 其中一個工實都是騰訊 騰訊和動力股 所謂動力股就是騰訊 銀魚 豪賭股 加加賣賣 今天騰訊雖然都是陰燭 但是升幾元 頂一頂 所以恆新指數 升上去二五零零水平 外強中桿圓 今天未來後市怎麼看呢 估計仍然會偏遠一點點 可以從幾個角度說 第一個角度就是澳元的走勢 最近我經常提及 澳元的走勢反映市場人士 對中國經濟的看法 即是若澳元轉弱 反映大家對中國經濟有點擔心 現在不幸運 澳元其實真的弱了 看到下降的通道 很漂亮的通道 你畫了很標準的 反映市場人士 仍然對中國經濟有點擔心 這個對港股來說 當然不是好消息 加上另外 國企指數 昨天節目看到 我預期國企指數 弱勢會拖累恆治 今天果然是這樣的情況 看看圖片 他也是出現 出現一個穿頭破腳的走勢 跌穿了底部 這條黑色環線底部 估計繼續向下機會 仍然大 事實上 看看國企指數成份 股的走勢 都配合國企指數 這個其中一個重磅股 就是內銀的建行 看到了 很明顯的 頭肩頂的走勢 很明顯出來了 肩頭肩 穿了頸線 頸線穿了肩底部 應該承認機會大 配合國企指數 可能成為拖累恆生指數 向下的負擔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恆生指數有機會 繼續沿著下降通道 慢慢地回落 但幸好估計跌也未必會跌很多 因為接下來有個重要支持 一來就50天線 是22300水平 無獨幼偶 前浪底的支持 都是22300水平 所以雖然估計恆生指數 會繼續稍稍整固 但應該跌的幅度 不會太大 22300水平應該有些支持 一時的關係 今天的分析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